我們想確保年輕人永不開始喝酒 所以我們是為了一種酒瘋狀的年齡 為了一種犯罪 為了賣或供給酒瓶產品 當年14歲的法案進行 紐西蘭希望從明年開始 要調高允許抽菸的年齡 到了2027年這14歲以下的青少年 就不能夠再來採購菸草 希望能盡快再達到 2025年無焉過渡的目標 瓜地馬拉有一項